第2351集 诡异目的 这是太阳星中才能生长出来的九阳神草吗 黑黄哈拉子都快低落出来了 停在一个摊位上走不动道了 那是一株神火藤 如一团混沌鲜光般的植物 生有六片叶子 普照四方上下 这是一种罕见的神草 遍寻诸多太阳星能寻到一株就不错了 这是修体 淬炼自身阳气的绝妙植物 可将人锤炼成一副铜金铁骨 熬炼成金刚不坏身 古城中连这种东西都有 可见它的繁华 非大圣时常出没而交换神料的宝地 不可能流通这种神物 可惜黑黄臭名昭著 麦主一见是一条大黑狗 直接架起盾跑了 哎 你跑什么呀 有时知识都知道 绝不会与黑狗还有胖道士 交换任何东西 你们歧视本黄 大黑狗方头大耳 甚是凶猛 就要追赶 结果被叶凡一把 按住了脖子 不让它乱来 许多人都眯起了眼睛 一缕缕金光射出 盯着叶凡的那只手掌 要看个究竟 十年过去了 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每一个人都希望弄清他的虚实 不光谋光宛弱 脾裂 从一个个方向射来 然而他们失望了 叶凡的那只手并未用力 而大黑狗四眼是心生感应 瞇起了同龄大眼 扫向四方 一座断山上 一个年轻男子问道 你看怎样 他恢复了吗 在他旁边还有一个老者 白发如雪 但是脸色红润 肌肤宛若刚出生的婴儿般细嫩 眼睛炯炯有神 说不好 按理来说 此生此世他都好不了 会在疾病困苦中而亡 那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子 眸中神光战战 话语有些冷 有些无情 你说我如果突然出手将他格杀 会有怎样的后果 老者闻言神似凝肿 于墨 不要乱来 你多半杀不了他 我倒是很想求证 看一看他究竟是一天比一天衰弱 还是有了好转 年轻人眸光更加赤胜了 不要乱来 不说能否成功 但是向他出手 那种后果 一般人也不可承受 当年他大战生命禁区中的 至尊而亡 如今活着回来 若是被人格杀 世人不会答应 你们这些人 就是瞻前顾后想的太多 杀了就杀了 成为了事实又能怎样 我想过了不少年 所有人都会忘记他 所谓的功绩 都是浮云 叶凡来了 很多人不安分 暗流涌动 有人甚至想暴力出手 心怀敌意的人 大多都是神庭的主侍者 其中他们最年轻的大统领都来了 号称三百年来 这代人中的最强三节之一 显然 所有人都心有顾忌 即便真能暗中格杀 叶凡也不敢轻易动手 一旦败露 相信诸多人会举起大旗声讨 不管怎样说 目前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 宣扬杀叶凡 这是在逆世 与举世生灵为敌 有相当多的敌对修士 希望叶凡早一天灭亡 不愿他活下去 总觉得他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因为会想尽办法 让这一袭击成为事实 这颗大星外 神庭所统治的区域 边疆大军无边无际 几乎要将这里淹没了 这么多的人马 开复到了星域交界地 叶凡他们站在这一颗星尘上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太空中的滚滚围压 一场流血大战似越来越近 叶凡他们站在血压的背上 来到了外太空 可以见到远处惊奇招展 在宇宙中排列出一片壮阔的队形 圣体叶凡出现了 真以为我们不敢动手吗 莫要以为大战过生命禁区中的至尊 这种荣光成为了护身符 有强兵汉将很不服 在星域中冷漠的盯着这里 但是却还没有接到大战的命令 不敢妄自动手 另一边 天庭所统治的区域 边疆地带也是大齐密布 杀气腾腾 各部封王的强者都来了 各领一部人马 隔空相望虎视眈眈 神庭与天庭大军隔着一片区域遥望 随时都有动手的可能 而中心的缓冲地带就是这座神阀城 相传 在漫长岁月前 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大星 只因一场巨战 让这里成为了截土 据说 那涉及到的双方为神组织与地府 那一战打了个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连近乎无缺的大地震文都毁了 历史惊人的相似 而今又是两大组织对立 要在此决战 而今这颗星辰上只剩下了神阀城 再无地文守护 可能要彻底成为宇宙尘埃了 叶凡 黑黄 历天 燕衣西等 从容不迫 又回到了神阀城 并为理会对岸的大军似乎无惧 真稳重啊 就不怕我一个活起 大军杀尽 将他们全灭了吗 不久前 立于断山上的那个年轻人冷亨 他就是神庭最年轻的一个大统领 号称三百年来 座椅强三杰之一 是了不得的后起之秀 名为羽末 被神庭之主 收为了亲传弟子 在其旁边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则是神庭最年老的统领 也促起了眉头 叶凡这般淡定 难道真的是有恃无恐吗 有神庭人马第一时间探知到了 神阀城的动静 赶来禀报 说圣体叶凡应邀 在神阀城开始讲道 不少人都去了 讨论经文 论述修道感悟 这顿时让年轻的大统领 羽末见眉立了又立 这是在藐视他们吗 走 我们也去看一看 也敬申发城 一个女子的声音带着雌性 带着一种性感 带着一种惊人的魅力 神庭之主的一女来了 被一位将成道者收为女儿 其身份可以说极致显赫 将成道者的女儿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让人敬畏 申发城很大 将一些山峰都围在了当中 其中一块区域内 有五座石山并立 如同五指山一般 平日间是修饰 谈经论道的地方 而今日 道台上只做了叶凡一人 正在讲解他过去的修行心得 着实引来了大批的人 好一种大道轮音 可惜也只剩下了这些经验 圣体还能否一战 雨漠降落 他非常直接 在半路上时 他就下定决心 不能放任叶凡这般下去 与各族有功绩 不能总是被人提 那都是虚的 若是长此以往 圣体名气会越来越大 他今日即便不与叶凡生死对决 也要削他的面皮 让他下不来台 扯下他的光环 哪怕人们可能会对他不满 他也要这样做 让叶凡从神坛坠落下来 让人们看到 而今 这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了 三百年前 不过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已 碰巧让圣体叶凡显露于是 发出了光 神庭之主的一女皱眉 但最后也默认了 任他行动 将叶凡的神像从高台上推下来 年轻人不懂得尊重前辈也就罢了 还这么的狂妄 只会显得你很无知与肤浅 黑黄很不客气的说道 甚至探出了一只大爪子 准备出手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有些人老了 既然已废 就该归隐 不该再出来 他知道说这些话的后果 多半会被世人呵斥 但他就是想削叶凡的脸 打破其被各族尊重的事实 将他拉下神坛 一次 两次 多次过去 若是产生争议 很多人反胜体 叶凡所谓的神环 就会暗淡不会这般被人拥护了